阿里路亚,立刻被人起了底 今天我最着急,最着急 就是因为我听见Dennis那些事情 所以我最开心的就是跟Dennis聊天 所以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可以走了 因为我很爱Dennis和Flora 但我又不想骚扰大家 知道的事情 又要跑来看看那样东西 我只可以在背后吐槽 但我后来去了大埔区去做些事情 原来他有个同学在那里 他说OK了,出院了 这是最好的消息 今天见到Dennis是我最开心的 顾掌好吗? 一个人在神国里面 你很少遇到勇士 如果你遇到一个 你一生自应无险 我相信Dennis今后就是成为神国的勇士 阿们? 阿里路亚 好,可以打我的power point 出来 今年我整年去其他教会 我都讲一个主题 就是恢复 恢复 recover revival 阿们? 阿们? 所以跟旁边的人说 你一定会恢复 你一定会恢复 恢复是一个旅程 恢复是神的心意 神不单单要我们恢复 一样恢复上高 会加恩高给我们 因为我们可以再走很多利路 阿们? 阿里路亚 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好吗?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秘魯的得释放 核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阅纳人的欺怜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征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已中了 这一段说话是耶稣第一次说到 当他回到自己的乡下的时候第一次 乡下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三十多年内 他们没有听见耶稣变成这样 但是听说 他走到施世约控那里 接受洗礼之后 就开始有些事情发生了 又过了一个多月 他禁食讨告 整个人不同了 然后他们来到这个会堂 他自己自小上大的会堂 你知道以前的圣经 不是我们现在那么方便的 他要选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那时候没有章节的 如果要选这段 不是闭上眼就这样抽的 他是知道要讲哪段 很细心就把这段拿出来 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用高高我叫我全福音不贫穷的人 插演我报告秘鲁的得释放 黑眼的得汉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越纳人的欺怜 今年听说是欺怜 我不知道 那些人说犹太力 这个是一个欺怜 什么叫欺怜 知不知道 什么叫欺怜 就是当七年 如果你祖宗那些土地被卖走了 要全部欺怜可以拿回 在无条件下拿回 就是说社会制度重新再还一次 恢复所有的秩序 恢复所有的秩序 但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因为我拿了别人的地 我这么有钱 我这么多努力 要挥放回去地很难 人的自私就阻碍了神的工作 阻碍了神的工作 所以神就做了一件事 他们要整个国家灭了之后 被老 被老了很多年 就要补充这些欺怜 主要说 当他们老去的时候 那个神就可以做事了 但是今天耶稣说 你不用等了 我回来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开始整个教会的秩序 开始这个世界的秩序 他说欺怜的时代 因为耶稣进入世界来了 知道吗 全部的秩序 所有的事情 会恢复回来 因为耶稣 所以我跟大家先分享 四个简单的耶稣的故事 然后我们讲一讲 好吗 我们看一下一章 好吗 第一个三道 我都是随便选择的 就是耶稣 奴家福音接着之后 他出来传道的时候 遇到那些经历 第一个故事就是说 他如何遇到大麻风 我们看一看经文 好吗 打着那些经文 可以了 我的样子 不用听我的了 OK OK 奴家福音第五章十二到十三节 有没有 好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一二三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大麻风 看见他就苦福在地 求他说主若狠 必能叫我结静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狠你结静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来了他的心 这一段如果你看到 就是耶稣最初传道的时候 他就说了八福 知不知道什么叫八福 是耶稣登山补坟的时候 说了一大篇 之后完了讲道 他进回那个城市 进回那个城镇的时候 那大麻风的人 突然间出现 跪向他那里 他说主啊 如果你可以 叫我好回 如果你狠 你可以叫我好回 就是说这个大麻风 就是等了耶稣 说完之后 看到他的痕迹怎么回来 他突然间会出现 为什么突然间要出现呢 因为当时大麻风的人 如果你患了大麻风 是被港离你的社群 行不行 是outcast了你的 是不可以和你的亲人联系 因为怕传染行行不行 他们当时觉得大麻风 是高度传染的 现在今天证明不是的 今天就是爱之病 他们当时就好像害怕 现在怕爱之病 那样 碰到他都不碰 所以这个大麻风 他就去看着耶稣那里 突然间出现 那些人难阻不了他 为什么难阻不了 因为不敢碰他 那他冲了出来 那我们经常说 就说港的天下无敌造有 有心无力 无能为力 耶稣刚刚才说完大道理 之后突然间 回到来 就是有人跪在他面前 那耶稣的反应是怎么样 第一 这个大麻风 他称耶稣很少 他说主啊 很难的 称一个年轻 耶稣有时大约30岁 如果犹太人的社会 30岁很年轻 他说主要你肯 你就可以叫我干净 耶稣当日就做了 犹太人永远都不会做的 因为犹太人如果很爱神 他一定要很认真 个洁净的礼 就是大麻风 一定是不干净的 所以他不会碰那些东西 死尸不会碰的 什么都那些 他觉得骯髒的东西 不会碰的 法利赛人就很清楚 什么叫做 碰得什么 不碰得 什么叫吃得 什么不吃得 所以耶稣如果是一个 非常正的拉比 一定是会离开这个人的 但是耶稣说我肯 然后扶起他身 拖他起身 你结静了 你结静了 圣经记载 大麻风就立刻离开去 立刻离开去 立刻离开去 今时今日你去到哪 去到你平海 去到任何地方 你传上福音 你都会见到 这些神迹其事 因为神的心就是这样 要人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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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论社会 如何去不同意这些做法 耶稣看人的需要最重要 行不行 所以耶稣 他面对大麻风 其实有整个 一个传统的压力 一个是圣经讲 当然他们所谓明白的圣经 那个例如是不容许这些 但是耶稣因为人的需要 因为这个大麻风的要求 因为这个人的心灵 肉体的需要 主做了一个复原的工作 主做了一个复原的工作 那我们看下一个故事 好吗 都是同一章的 《勞家福音》第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一、二、三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坦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玉子回家去罢 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讨我的玉子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 这个同一个时候 大约可能是同一个星期发生的 耶稣就呼召了几个余夫 做一个门徒 又医治了彼得的恶母 然后就出了名 因为周街通学都知道 耶稣会医治讲鬼 然后耶稣这次就不去会堂了 就去一个人的家 就因为出了名的时候 连那些法利赛人 那些律法师都要来听 但在加利利地 就不是耶路撒冷那些 就擠满了整屋 那有个坦子 他有几个朋友 几个朋友 就听到 哇 耶稣会医病 正了 我个老友 坦子 坦了 就抬他去 谁知道 塞不到进去 看到整个门口都是人 那他们呢 就想个办法 爬上人家的天台 拆了人家的屋顶 就把坦子 掉下去 在耶稣跟前 就是耶稣坐在这里 说话 那窗子给人家 就拆了人家的天台 就下去 哇 有没有搞错 拆人家 那就是主要 犹太的屋 是可以拆的 但是也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你要引四个人 四条绳子 整个人落到这里 其实耶稣 耶稣在说话 有很多说完 就觉得你骚扰他 有没有搞错 整个这样的人来 说一说一说 都阻止了 不是耶稣 耶稣一看他 他说这班人很有信心 行不行 他看法是完全不同 他不会觉得那些人的需要 是会阻碍了耶稣 然后很多周围的老百姓 看着 还有一班人 就是看耶稣怎么做 行不行 就是法利塞人和那些律法师 很懂圣经的人 很熟悉犹太传统的人 行不行 而且他们有一个 华士的权柄 在当中 耶稣看这个坦子的时候 他就觉得 如果伸手医他 是其实很容易的 对耶稣来说 但耶稣一看他 圣经没有说清楚 但我估计 就是这个坦子的病 可能是出于犯某一些罪 行不行 其实你医了他 叫他走到 就不是医到这个人 如果他又能起身 而病的根源 如果有罪的发生 被医好 被搞定 被卸免 才可以完整 所以耶稣面对一个人 就是不是单单病 不像刚才和大麻风 就是他有大麻风 可能那个坦子的原因 是出于某些坏习惯 明白你的意思吗 是出于某些原因 所以他需要被释放 要被射罪 他是双重问题 他心灵里面 要被医治 被射免 然后他的身体 才会好 所以呢 所以 如果耶稣要针对这个问题 就是要做两件事 就是说你的罪可以得射免 行不行 以及你可以起来走 他就问那些人 你以为射人罪容易 还是叫他起身容易 行不行 一旦说射他罪行不行 那些人就起降了 如果你叫他就说 依不依他呢 很简单的 犹太人很接受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说射不射罪呢 他们的观念 就哪个人才可以射人罪 整本圣经说 只有一个人可以射人罪 就是神自己 如果人只说 在地上有射罪的权免 你就是等于神 你就是得罪了所有的人 行不行 如果耶稣当初 只是在报道开始 他刚刚出来传道 就遇到那么大挑战 遇到那么大的反抗力 如果在策略上来说 他说射罪是愚蠢的 行不行 如果你看耶稣呢 有时候那些鬼 在传道初期 他都不张扬 明白他故意不要搞那么多 因为他不想 很快就他的明星太大 太多复杂的东西 影响他的策略 所以这一次 其实他也很明白 如果我一说射罪 我就掀起最高层次 最熟圣经 最拥抱犹太传统的人 反对他 行不行 但因为坦子这个人的需要 耶稣做了一件很 很惊奇的事 也都对他来说 其实以后 为什么遇到那么快 就遇到那么多抗拒呢 由这里开始的 他对坦子来说 你的罪被赦免了 然后你起来 他一说这个说话 其他那些人就转了面 有没有搞错 你等于神 就是泄熟了神 你是神 人子是神 你耶稣是谁 其实以后牵起很大纷争 但因为坦子的需要 因为神要这个人 内外都要好 他不理那么多 策略还策略 其实耶稣也说策略 知道吗 如果你看到其他的状况 但在面对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说 坦子 你的罪被赦免了 你 起来 其他老百姓就不是那么紧张 就归荣耀给主 但因为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律法师人数少 没有动手 行不行 但他心里面 有没有搞错 这个人已经潜越了 已经潜越了 耶稣因为坦子 他需要全人的復原 由内到爱 由内到爱 都要被復原 所以他说了一个很深层次的东西 你的罪可以被赦免 然后你的肉身可以完全恢复 第三个故事 也是那个星期的 接下来 5章第27到28节 我们读一读好吗 1 2 3 这时以后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碎利 名叫利未 坐在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这件事完了之后 耶稣就在同一个地方 没多久去就见到一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年轻 可能都是三十岁 那叫利未 其实他的希列名叫马太 行不行 不要读马太 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 他的希伯来名叫利未 耶稣去到利未 他有个碎关 很简单 他叫利未 你跟我 利未就站起身 撿包袱 如果你看下去 他请客 利未 大排现值 有个女人 拿香膏来 可以吗 滴了眼泪 就抹着耶稣的脚 就是那一段 就是这个人 就是这个利未 我便想象 你为什么这么快 站起身 耶稣好像看透一个人 看通一个人 当时 什么叫做碎利 当时什么叫做碎利 碎利就是收碎佬 替罗马人收碎 又替圣殿收了些电税 就是叫丁税和电税 就是收两种税 行不行 自己又多些 所以当时是殖民地来的 就是罗马人管理犹太人 管理以色列地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就叫做汉奸 他们当那些碎利就叫做油奸 就是有什么搞错 童童自者打工 很讹论 又拿钱 他们的碎利 那些关系 就是那些 就是他认识哪些人呢 就是有些是罗马的官员 在地方那里 有些就是法利塞人 还有有势力 在圣殿或者当地会堂里面有势力的人 他们是朋友 因为他会交税给他们 就是会交易 只要那些人收够 他自己剩下的就是税利自己的了 他除了出薪金之外 就还可以拿多些 只要那些人眉眼不理就行了 是这样的工作 那我就想 如果你没有一个年轻人出来 在当时加利利地 其实有很多工种的 耶稣就是一个木匠 你不要耶稣就以为他是普通木匠 当时希律在拿撒纳那里 建大建宗物的 所以很多专业的人来的 所以耶稣是懂得做生意的 行不行 懂计计计计计计的 懂计计计计的 所以那些不是就是摆张台的木匠 千万不要这么解释 等于你不要想着保罗 就是在贝奥建的帐幕 不是 他是大型的东西 其实是工程师 保罗 可以吗 耶稣是一个设计者 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就是家族生意 所以如果你看耶稣是怎么样 耶稣看着利美的时候 他就呼召他 利美就是说他的career path 他自己找工的时候 在当地来说 其实如果你学到门的手作 或者专业是找到食的 当时在罗马地方的生活都算好的 耶稣那个时代 但他偏偏不选 他就想快点找到钱的 行不行 我想就是四十岁前退休那只 就硬硬硬的那只 利美就是想 但是呢 如果他要做这些行 就很认真的 但是就很找到钱的 明白吗 香港都有这些工的 很认真的 佣金又多的 古古惑惑的 总不知找到钱 就认识到很多上流人士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但是做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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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有梦想 很有理想的年轻人 为了实际生活 或者家庭需要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浅途 他就进入了做税利了 行不行 很多时候呢 我们很有趣的 你为了实际做一些东西 整天掩着良心做做下 你就不开心了 就是头一两年没问题 因为那些钱很开心 看到 但是你赚得十年八年的时候 生活没什么优劲 就是做税利 你看他大牌延迹你就知道了 明白吗 就是他生活是挺安定的 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心灵不OK 整天都一出来就被人瞄 被人骂 但是又会赚到钱 就是 生活就无忧了 自己当时出来的目标 都叫他达到了 但是你人生里面的梦想 想有些理想达不到 他作为一个年轻的以色列人 在一个被压制的 罗马人压制的社会里面 他没有了理想 但是耶稣说天国 耶稣对他说天国 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不同的生命 他听到 所以耶稣走过去 你跟我 他醒了 他听过耶稣在山上高的东西 或者人家传 耶稣在说什么 是有个好消息 有个福音 生命不同了 有些东西比现在 我们实际所活到的东西更好 那他就 搞醒了他 以前刚刚想找工的时候的理想 他为了钱 为了什么呢 就觉得 被人骂两句 羞羞羞羞 被人侮辱就算了 找到钱也是好 他说 但现在不同 以后有个机会 耶稣的呼召直到他的心里 他说你可以重新再选择 对你的career 对你的人生 你可以重新再选择 哇 这个 未到中年的 马太尼未醒了 他说 可以 我要 所以他很大方 都给亲友 都给其他人听 都请了 我不认识了 其实 你知道吗 他请了那么多位 就告诉别人 我不做了 多开心 不用做瑞利 不收你们的钱 请你吃一餐 那些法利财员都在 其实宣告他的生命再不一样 他不再做这样 我要跟这个拉比 我要跟这个耶稣 其实是在说这件事 耶稣在这里没有医治 没有赦罪 但他对尼未的生命里面 有很大的impact 很大的impact 今天我们教会要做复原的工作 不单单只是医病 不单单只是叫人的罪可以得赦免 今天我们还要唤起我们的一群年轻人 以一种盼望 我们每一个提早退休的人 我告诉你 快要退休的人 你还很有盼望 八九十句 还很有盼望 因为耶稣会给你一些新的呼召 在不同的角度 今天佛罗说给我们 会扩展 会扩展 在耶稣里面的生命再不一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当马太尼未见到耶稣的时候 他撇下一切 撇下所有跟他 他其实是选过来的 可能十年前他要入行 做税里的时候 他已经选择过 都是这个多好处 今时今日我们在香港 很现实的 我告诉你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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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是否重要 钱是否重要 非常重要 但有什么给钱更加重要的呢 如果你没有了条命 钱要你做什么呢 如果你没有了生命 没有了目标 其实钱有什么用呢 我们不否定钱是没有用的 不会是这样 但是我们的钱是服侍一个目的 你有钱的时候 你是服侍一样东西的 知道吗 那你的金钱才成为有意义的东西 但是他一定要一个很漂亮的生命 去胜在他 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没有 耶稣就说 你没有 我会给你一个很不一样的生命 Amen 第四个故事 相似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矮子 撒该 但这里不是同一段 是过了很久了 过了两年到三年 路加封音十九章 耶稣怎么遇到杀该 我们一起读一读 好吗 一二三 耶稣道料那里 抬头一行 对他说 杀该 化系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 你警导罪人家里去住宿 杀该站着 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饿了碎 就还他四倍 耶稣这次是最后一次的旅程 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要死的了 他选了耶利哥这条路 耶利哥是在那条路上最重要的城镇 他遇到谁呢 就是整个耶利哥的瑟利长 行不行 如果香港来说 这个叫做陈茂波 财政部长 财政部长 杀该就是整个耶利哥城的手握金钱的一个 称为瑟利长 其实很威衰 但很认真 个个都不喜欢他 他是犹太人 帮罗马人打工 现在打得很积极 那一只 他比利美 比马太多倍 因为他已经升到好顶了 行不行 他根本自己就不用收税 是那些小孩跟他收税 利美就是那些小孩 行不行 他已经不用自己移动了 但是他继续在一个败坏的制度里面 抢人的东西 他做很多不好的东西 所以那些人见到他就很认真 但是他又对耶稣很好奇 他想看看耶稣是谁 他知道耶稣要经耶利哥来 他就想去见他 谁知道自己矮 被人扔开,扔开,你走吧 他就走去桑树那里看耶稣 耶稣是特意走这条路 特意经那里 他是要遇见一个人可以转化这个城市 他要找一个人 要想整个耶稣的命运可以转变 所以他经过的时候 他就拿到撒居 撒居下来 我要住在你家 住在你家 撒居经营了这么多年所谓的税务生意 他累积的人物 累积的关系 各样东西 其实他是很成功的 可以说是 在某一些方面 但某一些他觉得自己很挫败 他就最大的需要 最大的需要没有被满足 因为人人都拒绝他 人人都拒绝他 人人都不喜欢他 他是没有人接纳他 但今天耶稣说一句 就直入他的心灵里面 他说 我会住在你家 耶稣就没有直接说 我接纳你 撒居 他这句更厉害 他说 我要住在你家 所以那些人就 咦咦咚咚咚 找个罪人 我家有没有搞错 究竟神 怎样看一个罪人 怎样看一个这样的杀戈 看一个 社会上觉得这个很离谱的人 我们的神 看东西不一样 我的神和我们看的一定不一样 行不行 我的神看习近平和Donald Trump都不一样 现在人们说这个世界 有四个男人玩了 一个叫普京 一个叫金仔 但我觉得这个时代很精彩 神在这个很精彩的时代 做祂自己精彩的事情 这四个男人未必认识神 但都是神的棋子 每一个最威的人 好像尼布格尼撒王 好像古列王一样 你知道圣经怎么说他们吗? 他是我们的仆人 他是我的仆人 仆人不一定要在主的圣殿里面 不一定要在教会 主的仆人到处都是 包括一个叫杀该 应该该杀的 神看到杀该会复原 神看到杀该因为他极其的不受被爱 他极其的被冷漠 这个就是神动工的动力 最冷酷 最贫穷 贫富最悬殊的 最受逼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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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吵架的角度里面 就是神最赏心的地方 今天加破人亡的敘利亚 我告诉你 因为我做一个机构 我们在尼巴嫩工作 很多 我认识敘利亚的 很多是很多专业的人 其实敘利亚这个国家的人 很厉害的 以前叫阿兰国 知道吗? 现在叫敘利亚 我以前做工程 做厂的时候 有些工程师那些 是来自这个 country 知道吗? 其实我们的Apple 头 最利亚人 最利亚人 最利亚裔 我们发明Apple 那个 他们很厉害的 很多人 你明白吗? 但是他们的骄傲 他们的各样东西 已经被摧毁 他们都是信回教 但是活在一个很恐怖的 恐怖的环境 他们很不明白 为什么在我们这种信仰 会出现ISIS 这种如此残暴的 然后在列强下的这个国家被溶解 不是分裂 那么简单 是被溶解 很多势力 但是最痛苦的就是他们的人民 全部都走了 有些去了欧洲 所以他们这班 已经走了去若旦 尼巴嫩 那里的外主的人 教会去接纳他们 他们其实就在那里等候 看看哪个欧洲的国家 收他们 但是 很奇妙的 好像大陆一样 有些人一听耶稣 他就相信了 现在 因为 一说耶稣的时候 他的灵知道 这个神爱他 就不是他想象那位很残暴的神 那这些人就 转变 被转变 照我所知 很多是做医生的 很多是做律师的 其实他们能够 很平安地走出来 是给了很多钱出来的 所以是有一定家底的 行不行 有一定家底才走出来 他们的心 就想去一个安定的国家 那里居住 他们就没有 再想着 他的信仰有什么理想 他已经失望 但他知道 我要维持这个家 维持这个专业 我要生活下去 最好有一个安定的地方 不管那个地方 是否有个旧的国家 不管那里居住 总之给了一个安定 就行了 那底线很划 但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不一样 现在他们 很多已经被受操练 他们说 我要回回自己的祖国 一个残破的祖国 重建神的国 重建神的国 意思就是 如果你和我一个人 是经历神的大能 被他转化的时候 衰得好像杀该 那样都会变 杀该呢 好有趣 这个人 不知为什么耶稣这么厉害 他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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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 摔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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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耶稣有电台台有新闻 就是大新闻 李嘉诚的身家一半就捐出来 然后你每人一出去 就是予你会给多少 当然有李先生不就像灑该那样 即是说,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如果神找到撒该 其实祂就医治整个耶利哥 明白吗? 今天神就在不同的状况里面 有时候很基层地滲进去 一家一家,一个一个地 祂顺着改变 神现在的手又用到 很多领袖级的人去移动他们 一个角,一个角,一个城,一个城 一个村,一个村地顺着 明白你的意思吗? 你知道神上高和下低都做得很重要 现在圣灵的工作在做非常重要 但是他们首先要跨越一步 他们都因为神恢复了 恢复了 你问我,我又问你 什么人才会愿意恢复? 什么人永远都不愿意恢复? 甚至是经历了耶稣 都可以不恢复的 有些人一经历主祭就 全部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 如果你去医治的特会 有一班是常客 走来走去都是那班人 但是有些人就一次过去就有医学 其实主要全部都是因为心不一样 因为心不一样 我们看一看 究竟复原是什么? 下一张好吗? 首先我们要去认识一件事就是 第一,从耶稣来到每一年都是欺恋 不用五十年一次 好消息就是告诉你 每一天都是欺恋 每时每刻 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极强恩高和恩恋的时候 明白吗? 正到不得了的时候 虽然有人说2018是復原的一年 是神眷顾人的欺恋 当然是 但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时候 就是神没回来之前 每一天都充满欺恋的气息 每一天都可以恢复过来 马拉基书这里这么说 他说康拉耶和华 大而可惠的日未到以前 说现在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门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 儿女的心归向父亲 免得我来就坐遍地 究竟神在这个阶段那里做什么 他说父亲要拥抱子女 然后子女就可以被融化的时候 拥抱这个父亲 所以 什么叫真正的復原 为什么耶稣会依大麻风 会叫坦子起来 会呼召利美 会转化整个撒该和城市 因为他看我们是他的家人 是一家人 我这几年退休之后 我就到处去做福音的工作 做转化的工作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句说话 在你可能的地方 在你能够影响的群体 永远去建立一个家人的关系 从802开始 从你家里开始 从你即场开始 你和我 没有敌人的 除了魔鬼撒旦之外 我们在教会 在不同的教会 不同的宗拜 可以有很多不同意见 你一讲政治 就意见纷纹的了 向香港就撕裂了 你一讲同性恋 就恋了龙的了 我们讲到 我们不要 陷在那些 附近里面 每一个 就算未信主的人 神体他都可以回来的 每一个人 只要还有一口气 还有条命 都可以信福音 都可以回转 都可以 主会搞定他 若果我们和神这样看赢 有没有听到 刚才的话语 若果我们和神的眼光 帮他看赢 转化就会来 恢复就会来 因为他当这个人 是他的子女 他根本就是他的子女 不过未回来的子女 行不行 但是我们 怎么样 和这些人相处 首先我们 每一个 我们都转个观念 很难的 有时我们是 但是我们起码 做这个起点先 你去到哪里 就是建立个family 802是否一个家 是一个什么家庭 家庭最少是会尊荣的 是会互相相信的 是真诚的 是透明的 这里说你的丑事 说你的建政 说你以前的事 是很安全的 行不行 你容不容许你的顶尖 会向你 说他的难处 他叫你不要爆出去 你就是说我不会爆出去 行不行 因为这个家庭 这个家庭是我们可以拥抱的 可以被医治的 第一个就是将家人这个心态 这个观念 这个作为 放在你每一个范围里面 在这个欺怜的日子 你将会见到很大的复兴 很大的复兴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只会见到 有些人觉得 那些人不可能信主 不可能跟随主 但是当你不是 他就是我家人 就改了 就改了 就开始变了 开始变了 我问你 杀该有什么 有什么是没有的 有什么他没有拥有的 他有没有钱 有没有地 他有拥有很多东西 但是有些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一个真正的家庭 那些东西就没有了 他意外的东西都有了 但是他不会满足 但是当人 他感受到被爱 感受到 跟他一起走的家人 他就有很大的支持的能力 很大的支持的能力 如果你今天问Denis 他最珍贵的是什么人 两个字 家人 你给多少金银珠宝 他都不会跟他换取 我也是 你给多少外在的东西 我都不会换取这个家人的关系 弟兄姊妹就是我的家人 我自己家族的人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学生 我的职场就是我的家人 当然 深浅的关系是会有分别 但是当你的意识形态一转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互信吗 可以真诚吗 如果你问我 大部分教会的问题 是哪里出错 因为没有建立家人的关系 大部分在职场 为什么你会派了火 要走人 要辞职 为什么老板这么大 这么可真 因为你找不到家人的关系 当你找到的时候 你会在职场 你会找到一个起点 一个复兴的起点 建立关系 不容易的 但是不容易 神都做 行不行 但是如果神跟你一起去做 那就是正 你就会见到很多神迹歧视 第二件 如果我们要进入这个欺怜 你就会实践几样东西 哪里可以整干净它 医治它 换醒它 转发它 我四个故事就讲四个主题 我们基督徒 我们神的义女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改变所有的东西 但是 有你一日 有你在那个地方 这些东西一定会有进步 会干净点 会多些人得意 在香港那里 那帮人都会聪明一点 行不行 因为你会告诉他们 有条路 转发不是突然间转发的 转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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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到一个临界点 是突然间转发的 行不行 这个叫做 Critical Mass 而教会就是神的Critical Mass 行不行 他会早点早点 好像很辛苦 但是突然间 一过了那个关后 他就突然一声 就去到另一个level 哇 主的工作就很大 我们看下一章好吗 复原不是一个终结 不是final 是因为更丰盛的旅程 的开始来的 所以 人生应该是什么的旅程 我就只是简单说 人生就是 同神 同行的旅程 你跟我 我呢 就年轻的时候 经常想 为神做大事 做大事 特意搞很多东西 出来 我最多 一个星期 带四个家序 七天里面 六天都不回家 我只是给家 给一天 我觉得 如果不是这样服事 就不是主的仆人 后来主就 在那个场合 那里 令我 整个人翻转 第一 因为我一个很小的女儿 不认得我 爸爸不在场 absent father 我就发觉 我做得挺文位 输了 家里就输了 我开始留意我家里的需要 我第一个任务角色就是做好丈夫和爸爸的角色 这个 我没有逃避 也没有逃避 也没有逃避 一定要做好他 这个意思 不是在教会那里做 不是拼命 在教会服事 因为你确立了爸爸 确立了你丈夫 你成为一个神的人 你教会自然好 行不行 你的职场自然好 你猜神会不会 会祝福一个很顾家的爸爸 在他的职场那里 要你是神 要赐福在你的职场 是找什么quality 一个不顾家 一个顾家的 我是神给顾家的 因为他大些需要 真的 真的 所有弟兄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你能够做得好 就是先在家里做得好 然后你够做得好 因为你逃避了 pyrality 逃避了优先次序 现在我常常去想 如果我早二十年之就好了 我就常常说 主我有什么配合你 主我有什么去配搭你 我和你 在神的国 在任何的服事 永远都不是主角 谁才是主角 耶稣 耶稣 我认识 很多mega church 的牧者 他们都很爱神 很爱主 但是那个意识形态 他们是主角 那个不是主角 那个是个题目 God is a topic only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会着重 我们的achievement 太会着重我们 怎么样perform 怎么样那些东西 你搞得个场景 要搞得漂亮 老友 对不对 给我们资源 当然要归本 还要丰收 这是世界的看法 其实影响着我们 明白吗 帮我们 不是in terms of money 那意思而已 但是心态 其实是没有变的 我和你 一定会有这些心态 但是 今天让我们去 转化一点 这个欺怜是神自己的 所有工作都是她的 但是她很喜欢用我们 她疼得我们不得了 行不行 然后整个讨告就是 主我有什么配合你 那我这几年的实践 就是我用了一个配合主的心态 主就经常都开些正东西 给我看 因为她是主角 圣灵是主角 我们是配角 我们是做样子而已 不过很尽力地做 尽力地做 但是配合谁 你和我 是管家 管家是什么 就是你现在拿着的东西 是不属于你 知道吗 这个地方 不是802所拥有的 是暂时保管我们做主的工作 行不行 一个国家都是 50年后可能不是这帮领导人 他们暂时保管这个国家 神让他可以荣耀他 明白我意思吗 200年前那个叫清朝 现在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个管家 因为由千年以来一直都是属于神的 这个地图 我们只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神说 跟我配合做 我会让你经历我的荣耀 我的丰富 你会看到很多生命的转变 哇 正哦 行不行 所以你开始就问 主我现在好了 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我就列了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 主 一张空子 空白 麻烦你跟我说 我怎样配合你 你的大时代 我怎样配合你 五百年前 有个叫做马丁路德 他活在一个中古时代 收负责 负责的时代 天主教去到最黑暗的时代 他预备成为收事 要全职侍奉主 成为神父 但他很努力地读罗马书 他读完之后 觉得教会所做的各样东西 不是神想要的 他没有去抵抗教会 但谁知道那一年 就刚刚主教就派一个 教皇派一个大主教来 修改资责罪券的条例 revised version 就给各个城市 其中去到他那里 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他可以去表达他的东西 所以他想去见那个使者 主教不见他 然后他就 他是怎么走去的 一季一拜 一季一拜 去见主教 很堪保 教会的门 都不为他开 他写了那些东西 我们叫做95条 基督徒应该要 有95样东西 我们可以做的 他读完圣经 他就只是 将那张长的东西 就打在教会的门口 他说 主我已经做了一些东西 从今以后 去到耶稣说 我配合你的工作 今天我们的基督教 是这样来的 基督教不是一种抗争 基督教就是一个人 他看完圣经之后 他觉得 他要配合神话语 要怎么去做 所以其实是一种修正来的 明白吗 三十年前 我们敬拜会开始 敬拜赞美 大部分香港教会 还没走进去 我们几个长老 和牧师聊天 或者和其他人 超过三分一人 觉得我们是异端来的 没来看痛 没来看痛 吊吊渣渣渣 你什么来的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 什么叫第三波 后面才说成灵第三波 但是三十年后 今天你教会 你没有活泼的敬拜赞美 都没有人来的 基本 基本都可以说 会倒下去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敬拜会 不是那么聪明 发明敬拜赞美 而是刚刚适合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圣灵要做的事 我们刚刚配合到它 如果你搭上圣灵的快车 你是永远都成功 你永远都丰富 现在 我去到哪里 都讲职场 职场 market place 职场你将会看到 十年后 二十年后 是唯一宣教的出路 根本很多国家 你背着宗教 背着信仰进去 是不让你进去 今时今日 中国大陆 已经在动这件事 我们要再停留 抱着一个大十字架 在一个教堂那里 你再有几百人 一起聚会 查经 读经 祷告 它将会拆解你 但是如果这里 我们讲一个business talk 就OK 就OK 行不行 但是我们business talk 就充满了圣经的话语 我们教你 做好人 做好家庭 做好生意 这里 明白吗 你的信仰 可不可以帮你 成为一个成功的 职场的人 可以更成功的 爸爸妈妈 更好的父母 更好的老师 更好的领袖 我们的信仰 这个就是我们的value 对吗 今天你将会看到 在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方 再不能够以教会 做base 教堂不是神的option 我们的每日生活 就是神的option 听不听得明白我说 你就是教会 你去到哪里 教会就出现 你去到哪里 耶稣就同在 你做任何的事 神就与你同工 这个教会 是不可能摧毁 而圣灵 就在做这件事 行不行 行不行 所以 预备好自己 一天 不会有802堂的 不要经营一个802会堂 802是个训练基地 是个军营 还是活动的军营 行不行 粗兵的地方 这里是 然后你们将会去到 不同的领域那里 成为主的 不同的人 配合他 配合他 是不是一定没有教堂的呢 是不是一定没有会堂的呢 又未必 不过他 一定不是主流 你的家 你的marketplace 就是神的option 最荣耀的地方 就是你们几个人 聚在一起 荣耀的神就要向那里 预备好这个时代 行不行 这个时代 不会再被地方规范你 而是你的生命 有多少的演绎 神就说 我和你一起 你去到哪 我就和你去到哪 但是我们应该反过来说 神你去哪 我们就去哪 扩展我们的角度 扩展我们的眼界 扩展我们的胸襟 因为神 要在这个时代 在802要做奇妙的大师 这个是我们预备的时候 行不行 预备的时候 我上一次去见到一群年轻人 他们要成为纳西尔人 要为神 天天天都做起床祈祈祷 你看到那些学生 那么精进 七点钟就出来祈祷 天天都在吵架 所以这些教会是紧法的 但是他们 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说 我们要做些什么 不是 他们一样说 神你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那世尔人 改变年轻的一代 改变年轻的一代 你呢 我们的老饼 三十年前说 敬拜復兴 我们勇敢地走下去 然后 整个世界都改变去敬拜復兴 现在还没改完的 还没改完的 但已经 long return了 行不行 然后神就再 兴起另一个 很重要的就是 阿克思亚的运动 职场的运动 每个教徒就是神的教会的运动 这个欺怨在爆发的了 这个欺怨 不用 不用找哪个牧师去做这些工作 你去做刚才耶稣的工作 行不行 但是我们装备你 你去做那些东西 去到任何地方 你的行业可以被转化 你的家庭被转化 你的社区可以被转化 阿们 因为如果是大部分转化的时候 你哪里有教堂 能安装他们 所以不要用一个教堂 安装他们的观念 根本安装不完 安装不完 安装不完那怎么办 安装不完那怎么办 免得安装 不用安装 他们转变就是 他们去到哪里就是去到哪里 去到哪里就是那些人 第二个信息告诉你 神一定会在这个时代 去移动一些很powerful的人 归向他 以至下底和上高一起移动 行不行 基层会看到很大的转变 同时在领袖 世界级领袖里面 你将会看到 神会做伟大的工作 就是归向当中 就是那些尼布甲尼撒网都要跪向他 要为这些祈祈祷 那他才会回来 因为福音要传遍 耶稣才会回来 耶稣回来 你猜谁心急一点 神自己心急一点 所以我们肯配合他 他一定做得快 他一定做得快 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想服侍神用我们的方法 没有听见他的声音 没有听见他的行法 所以神跟我说 不是这样走 我要这样走 请你配合我 这四年里面我学这个功课而已 可能错的 我以前就是觉得 看通了一些东西 自己设计自己设计这样做 现在我放弃我这些东西 我就说主呀 我如何配合你 神就会看我的经验 看我的各样那些东西 但是他一直会提升我们境界的 不会只用你的旧东西 他一直会提升你 他一直要你继续 主是很过瘾的 但是你一旦配合他 你很快就知道要做什么 很有趣的 主我想配合你 因为你才是我的主 You are the Lord 阿们 好吗 我们下回应主 阿利多亚